欸冠婷是不是今天又不會出現了 那他今天會給你緊張嗎 趕上最重視的早晨會議 柯文哲氣喘吁吁走進會議室 但副發言人陳冠婷人呢 記者從7點半守到表定的上班時間都到了 怎麼還是沒看到個人影 今天早上啊 今天早上還有去有沒有 有啊 那有在 去早晨會嗎還是去找 有啊 陳會啊 陳會啊 陳會可是我在那邊走進來 因為我們有兩個出入口啊 所以現在你們要派兩組人才能夠堵住 所以他是故意從另一個門嗎 因為我是想著他最常走的 他一定是看到你 他一定是看到你 然後就想走 繞另外一邊的門進來 記者等在平時進出的門 偏偏在這天 陳冠婷等會議已經開始 再走另一條通道低調進入 只是想尋求一個回應 是有什麼好避 他手機都不接啊 他是你的副發言人 廢話 你要問他 他為什麼要回答你 有什麼危險的時刻他怎麼敢回答 你覺得那三百萬是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啊 這個 人會屈胸避急啊 不是 屈急避兇 爸爸要給弟弟開真奶店的錢 被陳冠婷當成兇 9月3號下午老爸陳明文 爆發高鐵三百萬現金一雲 隔天陳冠婷就向北市府請假 9月5號以出公差為由 不進北市府辦公室還刻意在臉書打卡 事發第四天同樣避見媒體 四天以來丟下一句不知道後 電話就沒再通過 持續的審議當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人家不是講是說兄弟連心其力斷金 但是很顯然的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想要幫做一個說話或背書 而如果說只想要用糊弄的方式的話 恐怕只會讓社會大眾沒有辦法認 身為陳明文大兒子又是北市府副發言人 家中爆發三百萬現金一雲 陳冠婷一天不面對問題就會多產一天 記者陳姦安 陳婷月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